水母说电影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 似乎从未受过伤 小花以为只是个噩梦 于是赶紧起床准备早点 这时女儿从屋里走了出来 看着故作平静的父母大声地问道 我们得救了吗 女儿的质问让他们回想起车祸的情景 水哥连忙说那只是个噩梦 可女儿却大喊那不是梦 在手术台上宾死之际 三人都听到了一个声音 你们都将死去 不过三天之内 如果你们杀掉其中一人 剩下的都会活 不然你们都会全部死亡 另外不准自杀 水哥似乎并不相信 还跟往常一样去上班 可到了地铁站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女儿来到学校同样也是空荡荡的 小花也发现墙上的日历只剩下三天 其他的日期都消失不见 这样他们不得不相信那个声音 晚上两人开始决定 到底牺牲谁 水哥一脸愁容的说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你杀了我 二是我杀了你 要对女儿下手是不可能的 他们彼此争执着 都希望对方能把自己杀死 并且带着女儿好好活下去 第二天小花来到楼顶 她多想跳下去 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可是规则并不能 这时水哥拿着刀走向了小花 她癫狂的笑了起来 说你是不是想要自杀 我试过了 根本没用 于是拿着刀狠狠的刺向了自己 果然毫发无损 他们哭着抱在一起 都不忍心伤害彼此 最终他们决定好好地过完最后两天 没有遗憾地死去 半晚小花带着女儿到后院种花 他们想用剩下的时间完成曾经想做的事 这时小花却发现水哥正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 她觉得不对劲 连忙上楼查看 她靠在扶梯上 扶梯却断了 清急之下 小花奋力地抓住掉凳 才没摔下去 水哥此时也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看到惊恐未定的小花 只是看了看 漠不关心地走掉了 小花看到整整齐齐的切口 愣住了 晚上 小花又意外地在垃圾桶内 发现了水哥出轨的证据 信中说道 本想离棍后去找你 现在只要我能杀了他 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看到这封信 小花伤心欲绝 手指不住地颤抖起来 今天是最后一天 早上 小花像往常一样坐着家务 意外地发现了水哥躲在角落 正往牛奶中下毒 他慌了 躲进了杂物间 回想起丈夫的眼神 想起从不喝牛奶的女儿 想起断裂的扶梯 原来 丈夫已经悄悄把目标 对准了自己 时间一点点过去 还剩最后五分钟 他想到水哥的无情和背叛 终于拿起了刀 走到了他身后 可就在要捅下的那一刻 他想到了以前的快乐时光 从求婚 到女儿出生 长大 面对自己最爱的人 他瞎不去手 水哥这事也急了 他焦急地说 没时间了 快点 杀了我 能遇见你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我也死而无憾了 小花这才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杀了他 就在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 抢夺那把刀士 女儿出来了 她说 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完 要变得能喝牛奶 然后 把那瓶有毒的牛奶 一饮而尽 两人大喊着 不要 可谓是一碗 女儿已经倒在了地上 小花悲痛一觉 却无可奈何 转眼 两人从病房中醒来 转身却发现 女儿已经消失了 小花哭了 这时 他摸到了女儿写的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知道爸爸在牛奶里下了毒 这样 就不算自杀了吧 我突然想到 如果爸爸妈妈活下来的话 还可以再生孩子 然后 我再转世为那个孩子 能作为爸爸妈妈的孩子 一定会再次获得幸福的 就在这时 女儿进来了 原来 女儿并没有死 只是提早醒了过来 在她清醒前 她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爸爸妈妈 最爱的人是你 没有人能替代你 听到这些 三人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今天 已经很难看到 纯粹 纯真的感情 但唯独亲情 依旧保持着那份美好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世界奇妙物语之家族会议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